第一个字好不好 大家已经在LED屏上看到了 天就代表的是梦想 毫无疑问两个人应该都是很有梦想的人 星爷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我小时候的梦想 就是跟马总见面 你的梦想生长期好长 然后呢 然后就可以有一天好像马总一样成功 像他一样一天赚191个亿 而你的电影一年可以赚多少 一年 哇这个又拍很多 拍得很辛苦 显然他很羡慕你 你觉得他的这个梦想是真还是假 我看着他我真的是 他怎么假的东西讲得像真的一样 我们这些怎么讲都 学习了 学习了 我小时候是梦想挺多的 三天两都换 你看你比较实在 他比较大化 他一下子就开始大化了 然后说一说你小时候的梦想 这大家也不知道 只知道你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 原来就想干这行吗 我其实真的是梦想挺多的 什么都想干过 飞行员想当过 当兵当过 当警察当过 当老师当科学家 所有我估计在座的人想想的 我都想过 但是都没实现了 就就没想过当做企业 知道这个 肯定没想过做互联网 这是肯定的 所以梦想 我是觉得梦想 可以经常换 但你一定得有 马总刚刚跟我说 他小时候是在杭州的西湖边 西湖边跟外国人学英语 就是找一个不认识的外国人 然后不断地跟他说话 然后从这样子开始自学英语开始 然后我就问马总说 为什么要那么有兴趣学英语 人家他就因为不懂 还有就是感受一个自己不懂的语言 就是听来听去都是自己懂的 就是学一些不懂的东西 就这么简单而已 这个我觉得对我太有启发了 其实你的梦想 也曾经有过受挫的时候 我想知道一下 当你的梦想受挫的时候 你是什么表现 比如说当年你兴致勃勃地想要去考议员班 带着梁朝伟去 梁朝伟人家根本就不想当演员 一考完了之后 他考上了 你落选了 对对对 对对对 那你当时有没有悔恨地跺脚 说早知道不让梁朝伟来了 对对对 后悔 后悔 对对对 但你觉得是我那个时候应该约马总一起去 马总你觉得 你觉得这是一种邀约还是一种挑战 还没有认识马总啊 我估计他带着我 亲爱的观众朋友 很高兴你能收看这个视频 如今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 我是住家创业先驱导师江林教练 我们已经通过这个事业平台 帮助很多普通业余网民 两三个月轻松实现 月收入过万 一年多时间实现年薪百万 听到这里 如果你有梦想 渴望改变 那么请记下我的联系方式 QQ 8578 71763 QQ 8578 71763 我们将为你详细讲解 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反正 习惯了 我觉得终于找到了原因 你们俩为什么能坐在一起了 因为你们的经历太相似了 当然要是梁超伟跟我去应聘 他录取我一点不会嫉妒 要是他录取我会嫉妒的 对 这上天太不公平了 是吧 星野你觉得今天你现在所做的事 是你的梦想吗 我今天做这个 对不起 不是 对不起 这我们好像用两国语言在交流 我的意思是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是你的梦想吗 对对对 其实我现在也是做 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 但更多的人好像喜欢 看你演戏 他们觉得你不演戏 去做导演或者制作 有一点可惜 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不可惜啊 因为第一就是现在年纪大了 这时间也不多了 所以呢 我觉得 您指的时间不多是什么意思 时间 时间真的不多了 快没有了 就好像你就做